张柏芝作为一代女神 她的感情生活一直被人们关注 自从与谢霆锋离婚以后 她一个人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生活 日子过得很艰难 后来又生了一个不知道生父是谁的三胎 又为这种艰难添了一把火 但是就算是这样 张柏芝也没有对自己要求松懈 她在带着三个孩子生活的同时 也注意着自身的管理 没有让自己缺席每一场活动 工作态度非常认真 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她的工作室却突然传出 张柏芝因并暂停八月份的活动的消息 这则消息让网友们非常震惊 毕竟暂停一个月的工作可是一件大事 如果不是生病非常严重 根本不至于整个月的活动都暂停了 于是 看到这个消息的网友们 纷纷在评论区留言说 让张柏芝好好养病 不要着急 但是 在张柏芝工作室发出这个通知之后 在七夕这天 张柏芝本人却反手打了自己工作室的脸 她罕见地更新了自己的动态 发出了几张自己的美照 而张片中张柏芝的状态 根本不像是生病的样子 所以她因并暂停活动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这就和另一个传言对上了她是因为和三胎生父的纠葛 难以脱身 才暂停活动的 关于张柏芝的三胎生父 网上种种传言众说纷纭 其中一个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这个三胎是给孙东海生的 张柏芝和她早就已经领证结婚 但孙东海此人不是什么擅长 之前和李小冉恋爱时 就被爆出过有监事 囚禁这种劣迹 她对妻子有着极强的控制欲 不允许妻子有一丁点的隐私 更是不许和别的男人有一点点的接触 可以说就是把妻子囚禁在家里 一言一行都要经过自己的允许 这和囚犯有什么区别 而如今 孙东海又疑似和张柏芝在一起了 这可是个惊天的消息 可是紧接着 八月份张柏芝就宣布对外停止一切工作 这种种之前的巧合 不得不让人想到孙东海的家暴事件 孙东海是1968年出生于北京 家里更是十分的显贵 因为他是个名副其实的红三代 他的爷爷是当时的开国大将 还是一个有名的将军 而他就是其直系孙子 孙东海原名叫孙文龙 在社会上更是被人们称为龙哥 也是因为他的背景 让他也有了很大的名气 刚开始从事了一个服装生意 可谓是顺风顺水 后来又有自己的想法的商业头脑 在广东做起了房地产 而事实也证明 这个想法是十分正确的 他一夜暴富 更是认识了不少的上层顶流的人物 可谓是黑白通吃 在当时更是十分的有名气 后来又投资影视产业 赚得更是盆满钵满 被人们称为隐形的富豪 也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李小冉 当时他投资了一个叫巴黎童话的电视剧 而李小冉就是电视剧里面的女主角 当时的李小冉并不出名 并且还是刚刚出道 但是他长得十分的水灵 修长的身材 白皙透亮的皮肤 甜美纯真的气质 一双寒情默默的桃花眼 孙东海当时看到了李小冉之后 就舍不得离开眼 也是从这里开始 孙东海开始追求李小冉 一开始以各种名义约他 出手更是大方 豪车 名牌的包包 首饰 更是眼都不眨的就买 而李小冉也不是傻子 自然也明白他的心思 但是最终还是在孙东海的各种甜言蜜语和糖衣炮弹下 李小冉最终还是同意了孙东海的要求 但是李小冉没想到 噩梦即将开始了 得手后没多久的孙东海 渐渐地就暴露了自己的本性 他的控制欲极强 不允许李小冉有任何的应酬 即便是工作 更是不允许他和其他男演员搭戏 更不用说亲密的戏份 最可恶的是 他还要翻看李小冉所有的信息 包括聊天记录 童话内容 还是是监控李小冉的活动轨迹 甚至于去过哪里 干了什么都要一一仔细地汇报清楚 而李小冉自然也受不了这种生活 就跑去外地 可是没想到孙东海发现后 就用李小冉的家人绑来威胁李小冉 李小冉也没办法 只能回来 但是没想到 却换来了孙东海的变本加厉 更是在醉酒后 对李小冉拳打脚踢 暴力狂躁 更可怕残忍的是 他拿着占有爱此病的针管 对着李小冉的脖子威胁 说只要李小冉在反抗 就毁了他 李小冉精神十分地崩溃 分手对方更是不答应 这样的生活整整持续了四年 最后 在李小冉和烟波闹出绯闻后 孙东海更是动用黑道的力量刺杀烟波 那年烟波被13个人砍着重伤 身上更是遍体鳞伤 大的小的共有40多处伤口 而李小冉也再也忍无可忍 把孙东海告上了法庭 但是行凶的主犯说 都是自己一人所为 和孙东海没关系 而警察也没办法 只能放走孙东海 而后来孙东海也没有再找 李小冉的麻烦 并不因为他放过了李小冉 而是因为他遇到了 另一个女人樱桃 樱桃是标准东方美人的样子 气质更是出众 看起来十分的有味道 樱桃在当时已经离过婚 他的丈夫沈俊成也是一个渣男 最后因涉嫌受贿 被判了十年 樱桃遇见孙东海的时候 事业已经小有成就 他拍摄的杨贵妃密室 更是千娇百妹 一下子就把孙东海迷得神魂颠倒 而孙东海的做派 也是和当初追李小冉的一模一样 没过多久两人也在一起了 但是他要比李小冉幸运很多 在一起之后 孙东海的控制欲也极强 可是当时他正忙着烟颇的事情 就对樱桃没那么苛刻 后来传出孙东海被调查的消息 他也老实了很多 樱桃也趁机转身 逃离了恶魔一般的地方 而樱桃受的家暴 也十分的严重 当时正好赶上孙东海的落魄时期 每次回到家更是对樱桃拳打脚踢 而前几年又突然传出张柏芝生下三胎的消息 可是孩子的生父却不为人质 张柏芝和谢霆锋的恋情 以前也是闹得沸沸扬扬 很多人都以为两人会十分的幸福 却没想到到最后还是离婚了 一时间以来 这个孩子生父的消息也就传得十分的邪乎 有人说是谢霆锋的几率很大 可是谢霆锋却出面否定了这个信息 直到近日 香港媒体拍到孙东海和张柏芝在一起 以及还有孩子们在一起逛街的照片 疑似是两人在一起了 并且还有知情人称 张柏芝的孩子们也会改成孙姓 那不就是谢霆锋的后代都归孙东海了吗 这个消息简直是惊呆了网友 而最邪惑的是 张柏芝竟然在微博上称身体抱养 不能参加最近的活动以及演唱会等 这个消息一出 很多网友第一直觉就是张柏芝被打了 还有传言 孙东海直接收走了一套住宅 并且带走了张柏芝辛辛苦苦生下的三胎儿子 张柏芝为此非常痛心 于是一气之下暂停了自己八月份的活动 专心与孙东海对峙 当然 可能也因为带着情绪不利于工作 他想要处理完自己的感情纠葛之后 平复一下情绪 以更好的姿态面对广大观众 而这次的七夕照片 则可能是因为孙东海的甜言蜜语哄好了张柏芝 让他们两个的感情纠葛告一段落 张柏芝才得以重整旗鼓 拍了这几张甜蜜的七夕照片 看起来非常幸福 毕竟在八月十号左右 还有人在巴黎见到了张柏芝工作的景象 那使得他可不像是要生病的样子 看起来非常健康 而张柏芝在七夕发出的照片 无疑更加震湿了 他非常健康这个说法 这样说来 与三胎生父感情纠葛 这件事情可能更接近真相 当然这也只是猜测 而在张柏芝身体抱恙的时候 他的大儿子Lucas却被爆出恋情 这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因为Lucas已经17岁了 正直情斗初开的年纪 遇到喜欢的人很正常 然而 令人注意的是 Lucas和这个女子的年龄 似乎比他大很多 看起来他们之间的恋情似乎不太正常 因此外界纷纷猜测 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特殊的感情关系 尽管没有官方消息 证实Lucas和这个女子的关系 但是这确实给张柏芝的家人 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而Lucas似乎忙于处理自己的感情生活 没有太多时间来关注他的母亲 如果张柏芝真的遭受了家庭暴力 他现在可能会感到非常孤立无援 但是 这些猜测只是网友的推测 张柏芝和他的工作室并没有对此做出回应 既然工作室已经取消了8月份的工作计划 那么如果9月份他能够出席活动 应该就能够证明他并没有怀孕 但是 对于家庭暴力的问题 工作室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所以无法证明这一情况 可以说 如果张柏芝真的怀孕了 他的粉丝们会感到非常高兴 因为张柏芝一直很喜欢孩子 他希望有更多孩子 但他的粉丝们也期待他能找到一个真正理解他的人 而孙东海是否符合这个标准 还有待观察 因此 我们希望张柏芝能够冷静考虑 不要做出冲动的决定 最后 希望张柏芝能够早日康复 并尽快与粉丝见面 这样才能够让粉丝们放心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